你覺得他剛才是講被戰警講的 被戰警是在探功效 他指教要不要唱一下勇敢的人 勇敢的人 這首歌我不會唱 就這樣 台灣民眾黨基本上他是一個自主性超強的團體 像中平會他也是獨立運作 他大概一個月開會一次 有時候多的時候也兩次 就是 我倒覺得這樣 如果他們 這個規則後來是 後來發現是2020年9月就已經制定了 既然 有規則又是獨立運作的單位 他們結果出來我們也只能說尊重 那怎麼辦 會不會幫我們遭到自己的問題 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還是那一句話 符合比例原則 我覺得那個打到有一點 我也要告訴民進黨 你們去年那一場選舉為什麼會輸掉 就是台灣人打到沒辦法 我還是表明態度 我也不認為高安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對 但是要符合比例原則 打成這個樣子 每天鋪天蓋地這樣打 我覺得 難道這個國家沒有其他事可以做嗎 我就講 你們那個蛋都不去處理 每天都在處理這個 你剛說你不認同高安的每一件事情 還是哪一件事情 這個私底下跟你講 沒有啦 我還是那一句話 人不可能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一百分 包括我自己也一樣 但是就是說 人家臭的會改 這樣 如果改 我們也不會互斷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但是 還是要符合比例原則 我們都不會互斷 所以我們讓我們來講 事情 我希望做最大 都會來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